全隊死光 都沒已經摸到主堡 猜不到的結局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尚恩 這場呢打了一個超級 跌破眼鏡的結局 我自己呢 猜不到會以這個方式來結束 那首先呢這場我們玩的是凱撒路 對現在是凱恩 凱恩這英雄呢 放得出來還是挺OP的 而我們這場選擇玩的是龍馬 龍馬這英雄呢 比較萬用神角了 基本上呢哪條路都可以補 比較推薦呢走凱撒路 再來抽他耶 龍馬出裝呢 基本上有三套唷 不是我們這套偏坦的出裝呢 就是偏攻擊的全攻杖 或者呢可以混合一點 出半坦 半攻擊 我自己目前試下來呢 可以試試看把我們的 第四第五件裝備 改成 碎空跟王者劍 那樣子呢不會吹很多 但是呢傷害會高許多耶 而這一套的比較大的好處呢 是職業賽比較多選手這麼出 偏坦型的龍馬 除了穿透以外呢 都出坦裝 坦型龍馬有個好處呢 那就是我們開戰能力很強 再來呢 由於很硬的關係呢 對面秒不到我們 也會盡量避開集火我們 是他的好處 不會死 如果出攻擊裝呢 對方發現打一下我們很痛的話 那 之後每一波團戰呢 都會針對我們了 坦裝最大用意呢 是會讓對方 不敢針對我們 不會把傷害 分配在我們身上喔 而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肆無忌憚的 去 往前去Pork人 消耗 觸發我們的城裡遊俠 來喔 或者位移前去呢搓一搓人 基本上呢龍馬職業的 玩法呢就像這樣子喔 不停的到處跑線 噁心人 前中期強勢呢 就多棒一點 中後期呢主要是打遊走戰喔 還有分推 龍馬單挑的力量是挺OK的 用好我們的位移跟暈眩呢 基本上誰都不怕喔 龍馬呢是一個挺看 玩家傷線跟手感的英雄 不過這套好的備戰 可以大幅減輕我們的壓力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備戰呢 從核心魔紋開始 選擇是叢林遊俠 叢林遊俠搭配我們被動的手長呢 可以很有效的消耗人 而且呢我們可以先普攻 觸發完叢林遊俠的緩速呢 可以讓我們接下來技能更好中 奧義部分呢我們選擇帶百川 如果你覺得要硬一點呢 帶坦型奧義也是可以了 可是呢我覺得百川會更好一點 出裝部分呢就是這一套喔 沒有什麼特別的 照著順序出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職業賽或高端局 都會這樣出喔 我自己個人私底下玩呢 如果 感覺今天手感特別好呢 也會出攻擊一點的裝備 基本上呢我是 不太會出全攻擊裝的 打野才會全攻擊裝 如果凱撒玩法呢 除非我們要當吸血鬼玩法 就是一直洗隊友的經濟 不然的話呢出點斑坦會稍微好一點 斑坦的一個好處呢就是不怕拽喔 可以多多分推 你看呢我們這邊可以毫無壓力的 往下走去分推 如果全攻擊裝呢 對面的凱恩一套就瞄我們 那樣子就沒辦法 退完下路兵線呢 往上走 這樣子我們一個人可以帶兩條 現在 逼出了個瞬移 接著呢 是這個被隔開的女超人 給他的輔助 前面我們這幾波支援呢 有八個參團 前期呢是挺順風的 沒想到呢 打著打著就爆了 吃個凱撒 草女盾呢 先緩速緩到 你看呢 這是從流小的好處喔 他有勝利都跑不掉的 等他交生贏之後呢 再追上去搓暈他 然後留著溢霞 我們今天冷卻也算快 成功把溢霞也擊殺 溢霞也擊殺 喔這邊嚇一跳了 我們呢只是想要 亂一亂只有女超人喔 殺老他呢 讓他無法清兵 這樣子來推高地 然後抓到空檔呢 再錯誤著他們的凱恩 這裡感覺是不能結束了 節奏不對了 那就趕緊開溜 隊友還在打呢 我們先吸點血再說 摸個防禦塔 這邊敵方剩下下路高地而已 看起來呢是挺有 未來的一局喔 喔又抓到緊了 這是我們厲害的地方呢 除了能夠 拉打 拉扯之外呢 還可以抓後排射手喔 但這裡隊友離我有點遠了 可能隊友也沒想到 我們可以抓到緊吧 如果呢我們出稍微的攻擊狀一點呢 抓緊的速度會更快喔 但是很有可能也是有去誤會 剛拉波呢成功三路全破了 之後呢對方就一直的防守 可是呢他沒有亞亞女超人喔 打團能力挺強的 一滴血呢竟然秒了我們的射手 我們持續的一個壓力進攻 這波射手又沒了 對面不太敢出來呢 好可惜喔 法師也被抓了 這波魔神凱撒沒有射手沒有法師 是很緊繃的 結果還被罩到 這邊被強的概率很高喔 錯 結果自己也沒了 是跑不掉的這波 剛拉波很傷的是呢 再次魔神凱撒斯基 射手跟法師先後被抓 這波還是沒射手喔 不過狀態 是 法師 我們的愛麗絲也死掉了 這邊呢持續的下水角喔 不是很妙喔 從大概十五分鐘到不開始呢 就一直 有人下水角了 這邊呢找到敵方的一下 可是怎麼 在我們家裡呢 沒人靠過來喔 原來他們在打字唷 打字那麼好玩嗎 他們去聊天室就好了唷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喔 這邊隊友全倒光 對面呢還有凱恩跟一波冰線 冰線呢應該是清不掉了 但是呢如果能夠秒掉菫的話 那還有就 看著這個炮子就差一下普攻 我們傷害不夠 那 結果 雞蛋贏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到這個結構唷 當下我也是大吃一驚 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 難道運氣也是一種失利 所以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咯 那我們下次見